巨型怪兽降临岛国防卫军派出异技女神靠跳舞降服了怪兽 今天星星给大家带了一部好玩的科幻喜剧 地球防卫卫亡人 故事要从一次怪兽袭击说起 这天岛国防卫队收到微星信号 有一只大怪兽从外太空降落到了鱼鸟岛 防卫队分析数据后发现 这只怪兽就是三年前曾经出现在东京的百慕拉斯 鱼鸟岛位于岛国和大陆之间的敏感地段 由于害怕引发军事冲突 军事长官拒绝了精英队员谭蜜将的侵占要求 就在众人争执的时候 怪兽却离开了鱼鸟岛 迅速向岛国本土靠近 于是军事长官只好命令谭蜜将出击阻击怪兽 很快百慕拉斯就在兵部登陆 并不断向那里的核电站前进 这时百慕拉斯也驾驶最新的灵式战机赶了过来 他和百慕拉斯展开了一场野战 交战士口中还让着要为李次郎报仇 就在怪兽被临时战机蹂躏的关头 谭蜜将却突然感觉身体不受控制 产生了一股抑制不住的兴奋感 百慕拉斯抓住谭蜜将分心的时机 一巴掌拍烂了战机屁股 谭蜜将光荣复伤 击败临时战机后 白慕拉斯来到了核电站的核废料工厂 防卫队发现白慕拉斯居然是以核废料为食 于是暂时停止了攻击行动 另一边谭蜜将复伤后也醒了过来 刚起来就焦急的询问白慕拉斯的动向 对有小野好奇他为何对白慕拉斯这么酷大仇深 于是谭蜜将给小野讲起了三年前的故事 谭蜜将曾经是一名异技 他在94认识了爱人李次郎 没多久两人就私定终身 李次郎是个很传统的人 尽管两人已经定下婚约 李次郎却坚持婚后才和谭蜜将发生关系 谭蜜将感动不已 心中充满了对婚姻的期待 但就在两人家要结婚之前 白慕拉斯却空袭东京 李次郎在事故中死亡 留下谭蜜将成了未亡人 在这之后谭蜜将就发誓要消灭白慕拉斯 于是便加入了防卫队 镜头转到岛国政府这边 官员们发现白慕拉斯以合肺料为食 觉得自己捡到了宝贝 于是便想将白慕拉斯占为己有 但这时美国总统奥兹马却发起视频通话 声称白慕拉斯应该是属于美国的 岛国首相急忙还要点头表示赞同 回到谭蜜将这边 他觉得和怪兽战斗时的感觉很奇怪 来到医院检查 医生催眠了谭蜜将 然后问他殴打怪兽是什么感觉 被催眠的谭蜜将回答说很舒服 感觉整个身体都要融化了 之后医生又进行了详细问诊 确定谭蜜将是个大变态 原来因为丈夫被白慕拉斯杀死 所以当谭蜜将攻击仇人时就会高速兴奋 最后还建议谭蜜将不要和白慕拉斯战斗 但是谭蜜将仍不死心 他回到防卫队请求和白慕拉斯开战 不过白慕拉斯此时已是各国政府眼中的瑰宝 自然不会让他迷向后来 白慕拉斯那边仍然在疯狂进食 而且在逐渐长大 医学专家在观察之后 认为白慕拉斯此时极度危险 因为白慕拉斯一直在吃 但是还从来没拉过 要是编秘的怪兽一直这么吃下去 最后很可能会引发核爆 得到医学专家的意见后 岛国首相再次和米国总统展开了对谈 但是总统却命令不要去管白慕拉斯 让他接着吃 最多也就是岛国覆灭嘛 没事大不了的 小野也对目前的形势表示担忧 这时博士却站出来安慰他 不用怕 我们有超级英雄奥特曼 每当国家危难时 奥特曼都会站出来拯救我们 一旦白慕拉斯失控 相信奥特曼肯定会出现 好在防卫队里面还算有个明白人 军事长官认为 他们必须对白慕拉斯采取行动 于是私下授权台密枪 执行秘密任务 他们将放有浓缩油的核废料 挂在临时战机上 打算将白慕拉斯引诱到了外太空 但是飞行中途战机却发生故障 被白慕拉斯抓住了屁股 而且台密枪无法从战机中弹射出来 危机关头 一直暗邻台密枪的防卫队员 小帅终于坐不住了 只见他跑出防卫科 瞬间划身奥特曼 接住了落下来的战机 原来超级英雄奥特曼 一直都隐藏在防卫队里 这剧情似乎有点熟悉 奥特曼摆开阵势 准备和白慕拉斯大干一场 白慕拉斯一巴掌过去 奥特曼倒地不起 这时台密将也从域名中醒了过来 白慕拉斯在台密将身前 跃跃欲试 指挥所里的军事长官 却命令台密将跳舞 就这样 台密将开始在白慕拉斯面前翩翩起舞 白慕拉斯看到台密将优美的伍兹 变得异常兴奋 原来台密将不是一般人 她是长寿中的天野巫女 所以伍兹才会拥有 非比寻常的诱惑力 就在白慕拉斯沉迷 无自无法自拔的时候 防卫队员启动了秘密武器空间波动炮 白慕拉斯被一炮轰爬 影片最后 白慕拉斯陷入沉睡 被防卫队拖到了太空之中 而台密将仍然沉浸在 同白慕拉斯战斗的快感中 久久难以忘怀 看完这部神片后 星星也久久难以忘怀 认不住想和大家分享 大概也只有岛国 才能拍出这般脑洞的神片了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技 要是喜欢星星的解说 就点赞关注一下吧